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今天来分享香辣牛肉酱了 今天的这个配方和做法一定要收好了 如果您觉得视频讲的太磨叽 太详细 可以直接去视频结尾表格看配方 按照这个配方配比做出来的牛肉酱真的非常正宗 平时不想坐着吃 只想躺着吃 然后呢 来上一勺牛肉酱 粘粘馒头 粘粘面条 饭都不想煮 首先呢 做牛肉酱的第一步必须要有一块不要钱的牛肉 如果可以 用牛里脊最好 其实呢 做牛肉酱只要是牛瘦肉都可以 但是啊 不推荐用剑子肉做牛肉酱 剑子肉做出来的牛肉酱我也想摇得动 可是实力不允许 新鲜的牛肉购买回来 最好用盐水先浸泡一个小时 将牛肉切成片以后 再改刀切成小肉粒 这个小肉丁一定不要切的太小 好多人做牛肉酱都是把肉丢到搅拌机里面 直接搅成泥 对呀 第一步就做错了 紧接着 这个是我们今天准备的配角 小香菇 干香菇呢 一定要提前泡发好 别看它个头小 其实香菇里面它才是完整 不但口感好吃 而且香味十足 如果没有小香菇 那么用大香菇替代也是一样 香菇泡发好以后 将它切成颗粒状 做牛肉酱的时候 香菇的份量一定要掌握好 不要加的太多 接着这个步骤 好多人做牛肉酱的时候都做错 这我要用到的就是牛肉酱的大料 第一步先下香料 再倒入食用油 具体香料的配比跟用量 我一并放到了视频结尾的表格中 倒入油以后呢 开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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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人炸这个香料都是开大火 油了以后再下香料 这个做法完全是错误的 这个香料必须要小火慢炸 调味呢 比较简单 大家一看配方就会了 所以呢 我们直接讲过程 配方放在视频结尾的表格中 重点提一下这个调味酱 今天的这个调酱中我选用了韩国的辣椒酱 这个调味酱也真的是一绝 而且还非常辣 如果你在操作这个调酱的时候 最后一步一定要加少许的清水 多人操作这一步的时候 没有加清水去稀释酱汁 那么这个酱汁是很难化开的 牛肉酱最后出锅的配料有辣椒 黄冰糖 还有熟芝麻 具体的食材比例跟配方也一并放到视频结尾的表格中 注意要收藏哦 这个香料开小火炸制的时间大概在10分钟左右 用小火慢炸才能炸出它的精华 其实倒下锅炸这些香料对身体是非常有害 好了 炸至轻微精华以后 我们将所有的香料捞出 捞出香油以后 此时开的是大火 当油了以后 再把牛肉粒全部倒入锅中 这个时候呢 不要轻易的去翻动牛肉粒 这个时候你去翻动牛肉粒 牛肉粒会全部都粘在锅上 好了 大概让油焖一分钟左右 这个时候可以稍微的去翻动牛肉粒 当所有的牛肉粒开始变色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以下入香菇干 这个时候需要做的是不停的翻动牛肉粒 让油温包裹牛肉 好了 此时将调制好的蜜汁酱料全部倒入锅中 这里呢 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希望牛肉粒的颜色比较偏黄棕色 那么您在操作的时候 甜面酱的配比可以少一些 黄豆酱的配比可以多一些 但是呢 正宗的牛肉酱颜色就是这么黑油油 我们边缘的酱汁也不要浪费了 倒一些清水再往里再倒入锅中 不用担心这个水分会慢慢的蒸发干 如果家里面有酸菜的一定要加少许的酸菜 这里呢 特别要注意 从下入牛肉到牛肉酱出锅的那一刻 全程开的都是中小火 从牛肉下锅到牛肉酱出锅的时间大概在20分钟左右 所以炒这个牛肉酱的时间要掌握好 这次锅内的牛肉酱水分蒸发的差不多 下入辣椒 再下入黄冰糖 最后呢 再倒入熟芝麻 哇 此时这个酱香真的是非常浓郁 稍微翻炒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牛肉酱做出来的好处颗粒分明 最大的好处 起码在吃到牛肉酱的时候可以吃到牛肉粒 吃不到牛肉粒的牛肉酱都是耍流氓 其实呢 今天做的牛肉酱做法真的非常简单 先把这些香料准备好 下去呢 就是烹饪的过程 看这视频很麻烦 其实是我讲解的太磨叽 太详细了 好了 今天的牛肉酱视频就分享到这 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点赞转发给更多人 谢谢 我们下次见